那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个talk就开始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这个是今天最后一个talk 是关于CubeEdge的 我们这个talk主要是介绍一下 CubeEdge社区 它的一些背景 还有最近的一些进展 以及未来的一些规划 今天这个talk主要是 我是许飞 来自华为云 另外一位是张宏斌 是来自Docloud 今天由我们两个来介绍一下CubeEdge 下面我就直接开始介绍了 这个是我们两个简单介绍 前面是张宏斌 他是我们社区的技术委员会的成员 也是Docloud公司的COO 我是许飞 来自华为云 是华为云的高级工程师 下面就开始介绍我们CubeEdge的内容 今天内容主要分几个部分 一个就是一些背景的介绍 大家有可能是第一次听 第一次了解CubeEdge 我们有一些背景的内容 后面还有一些 我们项目最近的一些更新 还有一些我们实践 还有未来的一些规划 我讲之前想问一下大家 在现场有多少人了解过CubeEdge吗 可以举手看一下 还是有很多人了解过的 那我们就下面正式开始 我先介绍一下背景吧 就是我在讲的时候 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打断 因为我们这个是最后一个议题 我们主要是讨论一下 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打断 下面首先这个是背景 我们这个背景的话 就是这是一个边缘计算的背景 大家可以看到 从那个右边到这个左边 分别是从那个数据中心 然后到我们的一些 一些城市的边缘 最后到我们的一些现场 就是那些设备 整个这是现在数据 还有这个计算发展的一个趋势 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那个算力 从数据中心 然后分布到我们的那个边缘 再到我们的现场上面来 我们怎么把这些算力 给它管起来 然后就是像我们CubeEdge项目 要解决的问题 这是一个大的背景 下面就是一个 这是CubeEdge项目的一个整体的介绍 就是大家还是可以看到 从右边到左边 我们分别是分成语音 边 端 三个部分 语音上的话 就是主要我们是用的原生的 KBIS的Master 中间的话就是我们的边缘节点 这个等会我在架构里面会详细介绍 边上的话就是有些 RT设备的这个接入 这个是整个社区的一个介绍 然后我们的话 像CubeEdge也是一个开源项目 在后面那个张宏斌老师 也会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社区的一些开放治理的一些情况 我这里就不多介绍 这个是我们整个CubeEdge项目的 一个发展历程 就是从我们那个项目呢 从那个2018年的那个 11月份第一次开源 就是在KBIS上游呢 它成立这个Working Group是在2018年9月份 然后我们这个CubeEdge项目 在2018年的11月份就开源 它是整个业界 首个就是云原生 边缘计算 就把云原生扩载到边缘计算的项目 到后面呢 在19年3月份就是开源大概半年左右 然后把它捐赠到这个CNCF 作为CNCF的那个setbox 也正式开放了我们的开放治理 跟伙伴一起来做这个项目 到后面我们19年6月份 也是发布了我们第一个稳定版本 就是1.0的版本 到后面呢 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进展吧 就是到2020年的1月份 就是我们华为云这边 做了那个全国取消省建 就是我们全国的所有那个省建收费站 就是那个盟价里面的盒子 然后我们都把它通过我们的系统管起来 通过云原生管起来 所以全国大概有10万边缘节点 到后面的话 在2020年的9月份呢 我们进击成CNCF的孵化项目 也正式代表就是我们的项目 已经达到一定的成熟度 然后再到后面像21年的话 我们又开始探索一些新的场景 像那个Sedna 就是做一些云编协同AI 这个我等会在那个进展里 会详细介绍一下 就是一些AI的云编协同 到后面21年 像我们做了那个云编网络的项目 到后面21年的9月份呢 我们也是第一次在那个车上面 就是我们现在国内车企里面 上汽大通 它的汽车里面集成了这个项目 然后在车里面 通过云原生管一些那个容器应用 到后面这21年的年底的话 就是之前宣传比较多 今天上午的那个Keynote也有讲到 就是我们一个卫星的项目 就是我们在那个卫星里面用了CubeH 主要是做一些新地的一些协同 就是我们一些AI 还有一些管控部署 这是之前的一些进展 后面到了22年的话 一些就是我们做了那个大规模的测试 像我们去年测了一个 10万的那个边缘节点的一个支持 这个我等会也会介绍架构的时候 会介绍一下 就是它为什么能支持这个大规模 到后面呢 就是我们还有一些安全 我等会也会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项目的话 从18年开源到现在 整个它的一些发展历程里面的历程碑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下面一个呢 我就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一些 最近的进展 在介绍那个项目进展之前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项目的整体架构 可能有些同事可能第一次来 我先介绍一下这个架构 大家看到这个架构呢 就是分为这个云边端三侧 这也是符合就是我们项目的愿景 就是说打通这个云边端 整个这条路径 通过云上管边这个管端 然后云上呢 就是我刚刚讲了 这个地方代表它是一个标准的 那个K8S的一个Master 这也是有些社区同学会问 就是说我们CopyH 能不能跟这个发行板对接 能不能跟那个发行板对接 就是只要你是一个标准的K8S API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接 对 这个是云上 然后右边像CloudCode 就是我们新增的一些组件 HCode是我们边缘车的引擎 然后中间呢 这有一条通路 就是说大家可能会问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 要有这么个CloudCode跟HCode 这么一个组件 这里就是跟边缘场景相关 就是我们这边缘场景里面 很多场景里面 它的那个云边网络 都是不稳定的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边端 是一些车呀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那些设备 它跟那个云上 没有稳定的网络连接 经常会断开 那么它需要一些 对网络传输的一些增强 所以我们在CloudCode跟HCode中间呢 其实是对这种网络传输 做了一些增强 就是保证我云上的这个命令 能可靠地传到我们这个边缘侧 否则的话就是在经常网络断开 这种场景下 可能会造成一些数据丢失 或者命令丢失 这个在边缘场景 还是不太能接受 所以我们对这个云边网络传输 做了增强 这是云上到边上 然后边缘端呢 这个HCode呢 就是我们一个 完整的边缘车的引擎 它其实就是一个 裁剪过的CubeLite 就左边这一块 就是它裁剪了CubeLite 为了适应边缘轻量化 就是有很多边缘的小设备 它的那个CPU memory 这些资源比较有限 还有就是说 像KBus里面 它很多功能 可能在边缘场景下面 就使用场景不多 然后还有些alpha特性不稳定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裁掉了 做一个轻量化 对 左边的话 主要是裁掉这个CubeLite 它对原生的像CSR CNI这些能力都是支持的 还有CII这些 对包括Ratime 我们也是可以对接多种 像ContainedD Docker这些都可以 好 这是左边这一部分 然后右边呢 就是我们那个边缘计算里面 特有的就是 接入那个ROT设备的管理 就是我们这ROT场景呢 有很多ROT设备要接入 可以看到右边 有些设备 它的接入呢 我们也想通过 就是云原生的方式 来做一个接入 主要做什么东西呢 就是一个呢 就是我们从北向定义了一组API 就是我们根据 这个我等会也会介绍一下 就是根据物模型的那个模型 然后我们定义一个北向的API 这个API呢 可以控制我南向的这个设备的 那个数据采集啊 什么的 就是通过这个Mapper 跟那个API来配合实现这个 Mapper是个什么概念 就是Mapper也是一个 通过容器化部署下来的 然后Mapper呢 我们会在里面定义一系列标准 然后它可以在里面集成 这些设备的协议 然后把这些设备通过Mapper Mapper去跟它连接 把它的数据采上来 然后呢 在我边缘做一系列处理 对 那个数据怎么处理 我等会会详细介绍一下 对 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这个 一个CoopH的项目架构 总结下来的话 就是它整个从语音边端 三个部分 然后打通了这个 从语音上 就是控制中心 然后来管理边缘节点 这道边缘设备 对 然后这里呢 再说一个就是 也有人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这里分语音 就是说 那我们的控制面 是不是一定要跑在一个语音上 是不是要跑在公有语音上 比如说我在一个园区里面 有个机房 是一个控制中心 那我能不能跑这个东西 这个也是可以的 其实我们这里 说到语音边端 其实上面就是一个控制中心 你可以把控制中心放在语音上 也可以放在自己的机房里 对 反正它就是通过一个中心 来控制这些散开的边缘节点 这个是一个项目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 这个是一个 我们就是 比如部署一个pod的时候 它怎么从那个云上到边缘 其实就是通过我们刚刚那个架构图上面 先从我们APS Server这边 比如create一个pod 然后到调动器调动完之后 通过我们刚刚那个clodecode组件 然后那里面有cloudhub 通过那个可靠性的通道 就是第13那里 然后传到ag hub那边去 ag hub 就是在ag call里面 ag call又会把它传输到我们那个 裁剪过的那个cube light里面 然后最终把那个一个容器化的应用 在边缘侧跑起来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第14步那里有一步就是把pod在节点上做一个持久化 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持久化呢 就是为了解决我们那个边缘自制的问题 就是说这边缘场景呢 其实它跟k8s这数据中心呢 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比如说k8s这数据中心呢 像我们的cube light 它比如说把那些pod拿回去 都是放在内存里面 假如说比如说你那个网络断开了 然后那个node发生一些重启 那么这个时候 你那个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pod就是没办法恢复了 这个在边缘里面是非常常见的场景 就是我们边缘场景有些用户呢 它的那个边缘节点离线 可能离很长时间 有一些像那种一些银行的客户 他们可能到晚上就是某些就关门之后 可能就下电了 或者是断开网络了 这个时候呢 如果那个发生一些重启啊之类的 就是业务没法恢复了 所以我们就做了边缘自制 就是把那个pod的这些原数据 保存在一个边缘节点上的 一个轻量级数据库里 这样的话就假如说 它跟云上就是网络断开之后 它边缘那个应用 还是可以稳定地运行 包括比如说节点重启 重新起来之后 它会从那个数据库里 把这些pod再拉出来 在节点上恢复起来 这样保证一个业务在边缘 可以稳定运行 这是一个pod的处理流程 好 前面是一些背景 下面就是我介绍一下 我们整个项目里的一些进展 然后我们项目里呢 分了好多sig sig就是项目的一些 按领域来分 像第一个sig的进展 是那个device IoT这个sig的进展 就是做那个边缘IoT设备管理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整个就是从云边端三测 然后做这个IoT设备的接入 然后在云上呢 通过上面那个CRD 就定义了device model 和device instance的API 通过这两个API 来控制边缘的那个设备的接入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可以定义 就是构造一个物模型 然后再填充一些 这个设备的一些接入的参数之类的 把它通过这个API 来控制最后这个API 通过这个下发到这个Mapper这个地方 它接收到那个API里面的信息 然后控制这个边缘设备的接入 以及它里面还会定义一些 就是数据处理的规则 就是我们数据踩上来怎么处理 那些具体的对接业务 都在这个Mapper这里面 这个是整个那个 设备管理的一个大的框架吧 下面就是展开介绍一下 就是这个Mapper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刚刚这个南下一个 Mapper的一个详细的架构图吧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就是我们那个AgeCore 就是边缘称的引擎 通过这个DMI接口对下来 对到这个Mapper这个地方 然后Mapper这个架构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分了 大概这几个层次吧 第一个就是最上面的这个API层 它上面就是对接我们那个AgeCore那一层的 中间有一个控制面 有一个数据面 然后控制面主要就是接收 像我刚刚讲的一些控制信号 比如说一些上面我们通过API 控制一些设备的一些接入之类的 它发下来通过驱动层 这个是一个驱动层 然后发下来 这个驱动层呢 接收到那些参数之后 就可以连接我底层这些像MapperBus 这些设备接上来 这是一个控制面 对 这个是第一步接上来 这个控制面呢 还做的一个事情就是 它后面会上报一些 我这个设备接入的状态 比如说我连的一些RT设备 它现在这个连接正不正常 工作正不正常 它会这个状态会报上去 这个是管控面 就另外一边呢 我们是数据面 在这个地方 数据面的话 主要就是它从这个Driver 底层Driver踩上来的数据 在这个数据面怎么处理呢 等会我会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 我们左边这个通道呢 相当于是一个控制通道 就是它的数据量不会太大 然后它的数据通道 是通过右边的 那个数据量可能就比较大 然后我们数据的话 就不通过这个 左边这个控制面 这个通道去做 看下一页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 数据面那边展开 就是说我数据踩上来 应该怎么处理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 就是数据面 它怎么处理的 这个下面是这个驱动嘛 它会把一些 比如说我连着摄像头啊 什么的 然后把这个数据踩上来之后 我们这个也是 根据业界标准的那种 物模型的标准来做的 就是说数据踩上来 应该怎么处理 就是物模型的数据 应该怎么处理 首先呢就是 提供了这几个能力吧 第一个就是踩上来呢 首先我们这下面 这个地方就要做 数据的标准化 就是你踩上来的数据 可能是各种各样的 包括你的协议啊 不一样什么 踩上来数据都不太一样 我们首先对数据 做一个标准化 格式化之后 把它格式化成一样的数据 一样格式的 然后呢 就提供几个能力 这个是第一步 后面的话提供能力就是 第一个就是提供Push的能力 这个也是整个物模型里面 一个比较基础的能力 就是我把数据踩上来之后 我可以主动往处推 我可以把它推到像MQTT 这种地方 也可以其他的数据库里都可以 这个是一个推的能力 那边呢 还有提供一些REST接口 它可以让用户提供LAD的能力 就是你可以主动来请求数据 下面一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 把它存到那个数据库里面 比如说一些实际数据 存到数据库里面 这样的话 就是用户想用的时候 直接来数据库里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进展 就是关于数据采集这边 就只是把这些数据按标准来输出 输出来 对 后面的话就是我们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后面可以对接 一些上层的一些数据处理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开源项目 或者用户自己有一些数据处理的应用 需要对接 就可以跟我们这个标准的API来对接 这个就是那个RT 那个设备数据的一个处理 这个也是我们业界就是物模型定义的 一些标准的操作 就大家如果对物模型没有了解的话 今天大概就是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物模型的操作 好 下面就是另外一个边缘节点的话 最近的一些进展 就是这个地方呢 就是介绍了 就是我们边缘节点那个清量化是怎么做的 对 刚我讲有一些裁减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那个裁减工作是怎么做的 就是我们在Cube Edge里面呢 Folk的一个K8S过来 然后我们把一些裁减的 就是工作呢 这是那个K8S的那个最后一个Commit点 然后我们一些裁减记录都放在上面 好 然后后面我们Cube Edge里面引的那个K8S 其实就是从我们裁减过的那个 就是我们Folk过来裁减过之后 然后就是replace到我们那个Folk的那个库里 这样的话就是说 用户比如说你想看一下我们Cube Edge 现在裁减了哪些功能 然后你就可以打开我们那个库那个分支上面 看我们裁减了哪些能力 如果你觉得这个裁减的还不够 或者是有些功能 你要的功能被裁了 你可以就是自己把这个分支拉过去 然后自己把那个Commit删了 或者再裁一些就可以 然后再重新编译一下这个边缘引擎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也是可以让用户知道就是我们现在裁凡哪些能力 包括用户自己如果想要自定义做一些裁减 也是可以操作 好 下面一个就是Networking的话 就是刚刚讲的做一些云编网络 我们现在有一个子项目叫那个HMesh 它主要就是为了解决那个边缘网络 就是大家可能会有疑问 就是我们在KBus里面其实有很多网络的组件 比如像Cube Proxy CodeNS 这些 就是为什么我们还要做一个HMesh 就是因为像Cube Proxy 或者CodeNS 一个是它用在边缘的话比较重 我们还是希望这边缘做一个针对边缘场景的 稍微轻一点的 就能解决问题的 和轻量化的这么一个网络的插件 然后后面就做了这个HMesh 它里面比较就是可以做这个云编或者编编网络连通 对 它里面还有就是像我们以前像KBus里面 比如说你做那个域名解析 就是服务发现的时候可能都是通过CodeNS去做的 但是在边缘场景的话 假如说你的CodeNS部署在一个集中的服务器上 假如说你网络断开了 那你的那个服务发现就做不了了 所以我们在边缘的话 其实在每个节点上都缓存了 那个我们相应的它需要的那个DNS记录 对 类似于就是做了这些边缘增强 还有就是它里面集成了像LibP2P 就是P2P通信的能力 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两个边缘节点 不在一个直网里面 但它可以通过P2P那种打动的方式 实现它们应用的互通 即使它的节点不能直接通 但它可以通过打动的方式实现一个联通 这是那个我们网络的一个子项目 好 后面就是这个AI的SIG AI的SIG主要就是做那个云边协同的AI 对 这个子项目叫那个Satina 叫做云边协同AI 它主要做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像以前的话我们那种AI就是 比较云上训练 然后到边缘推理 整个过程是割裂的 就是说我云上训练好 可能需要把模型在手工的 然后下发到边缘侧做推理 对 把边缘侧收集一些数据放到上面 上面在那个就是在做训练 就整个没有自动化起来 然后我们这个Satina项目呢 就是做整个一个云边协同的AR 就是我在云上推理 然后我的模型 云上训练 然后我训练好的模型 可以动态地先发到边缘 然后我边缘在做一些推理的时候 会采集一些数据 然后再发到云上 做进一步的训练 再到下面 就是提高下面的这个推理精度 对 整个就是提升了那个 就是云边AR协同的一个效率吧 好 这个是那个 关于边缘AR 好 下面就是 关于项目安全 项目安全就是我们 最近也做了很多那个更新 像我们在那个 这是在那个CNCF那边 做了项目的一个安全审计 然后我们也输出了一些 项目的安全审计报告 大家如果感兴趣 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针对我们项目 一个全方位的安全审计吧 由第三方公司来做的这个 对 当时有发现一些问题 包括我们现在在社区 那个版本里面 已经都修复掉了 对 包括我们也做了 这个模糊测试 Fuzzin测试 对 昨天还有社区的同学 有在那个展台问我 就是项目有没有做 这个Fuzzin测试 这个其实是我们 之前已经完成了 好 还有就是一个 威胁模型的一个 一个构建和那个报告吧 这个也是我们完成了 整个CubeJu项目的 一个威胁模型 就是我们项目里有哪些 可能威胁的点 然后我们怎么操作的 都在那个文道里 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码 然后关注一下 可以学习一下 好 下面一个就是我们安全里面的 整个漏洞处理的流程 就是我们社区 也是有一套完整的 就是这个漏洞处理 比如说你发现社区 有一个很严重的安全问题 可以通过我们那个社区 然后上报 上报上来我们社区 有专门的那个安全team 来处理这个安全漏洞 比如需要的话 我们会发送那个CVE 然后发到心脉部里 然后大家去修复 最后一个是我们那个 SIG Robotics 就是机器人 我们CVE设计也有个新方向 就是做那个机器人方向 就是通过这个架构图上 画出来 就是这是云上 通过云上 然后来控制我们 整个边缘侧的这些机器人 就是每个那个 Node都是一个机器人 然后通过云上来统一管控 然后通过那个 它底座是Cubege 然后在Cubege平台之上 又提供了一些 它自己的能力 就是这是云上 有一些像那些仿针 还有一些机器人控制 这个机器人管理的能力 这个解决方案 后面也会在我们社区开源 这个大家如果有相关的 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是那个机器人SIG的 一些最新的进展 后面的话就是我们社区的 一些案例 以及我们社区发展 由那个赵宏斌老师 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欢迎 好的 那个首先非常感谢许飞 给我们做了很多 在Cubege这边的 所有的一些技术体系 可能首先Cubege这个呢 大家参加Keynote的话 可以看到 不管昨天的 还今天的 其实Cubege作为 营业生拓展到边缘 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 其实在Keynote 都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也重点地描述了 我觉得刚才呢 徐飞刚我们介绍的 一个情况呢 是Cubege这个体系 我觉得有两个特点 从技术角度啊 第一它的技术面很宽 因为到边缘当中 就会和场景非常相关 大家看到了可能跟AI 可能和机器人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场景 是场景比较相关的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它的技术体系 是很复杂的 它有很多跟硬件相关的 比如说跟IoT的device 跟AEL相关的算法 它本身跟Keynote相关的 整个营业生的体系 所以这个 整体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发现这个 它的体系很多 技术很强 而且场景相关很大 那所以呢 因为整个从Cubege 我们也刚刚提交了 给CNSF做最后的 毕业的一个申请 我们都知道 其实中国这边 在云原生的项目 发起毕业的项目 其实很少 所以这个呢 也是云原生的 整个在边缘当中的一个 应该是第一个 能够是提交毕业申请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就呢 就从两个方面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么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在Cubege 在千百行业当中的一些案例 可以那么来说 现在边缘 Cubege本身在行业当中的 使用非常广 可能和我们的 像K8S 比如说它的行业特性呢 或者集中的场景都呢 还比较集中 但是呢 边缘当中的场景会非常多 所以这边呢 我们简单列举了一下 大概的一个 大的行业和种类 当然这只是一方面了 可能都至少有十几个 有十几个 比如说我们的 第一个在交通 能源 包括工业 工业里面就有很多的场景了 然后包括像CDN 运营商 以及呢 像那个 刚才我们讲的 那个低轨道卫星 是吧 就航空航天 智能校园 包括那个金融 物流 包括那个化工 能源 等等等等 以及呢 包括我们的一些 跟硬件相关的 比如说像硬件加速器啊 或者IoT的设备啊 我们很多还没有列出来 所以这些大行业 下面呢 中间呢 其实提到的一些具体的 比如说场景和名字 都是已经在公开的场合 或者来说 都作为一个标杆的 典型的案例 其实很多的分享的 可以看到它的特点就是 非常广 而且每个领域 可能都不一样 有些呢 可能跟设备相关 有些呢 可能跟场景相关 有些呢 可能跟数据相关 那么我先分享这个案例 我们稍微呢 deep dive一下啊 这个案例呢 其实也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今天上午的Knode 然后Chris 也专门讲了一下 Kubrex在空天这块的一体化 刚才学飞也讲了 其实这个是在 从国际的关注度 就非常高的 那么简单的一个背景是什么呢 就是把Kubrex 这样的云边协同的技术 应用在了 整个低轨道卫星里面 一个背景是什么 为什么它会用到 这个场景里面 它也不是说 为了要这个技术的探索 我们看到几个场景是什么 一个挑战是什么 第一 现在的卫星 它就我们就说了 那个上天的卫星啊 那个跟下饺子一样 对吧 很多很多 以后的商业卫星 特别低轨道的卫星 会特别多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 我们不知道大家知道吧 卫星现在 在上面做很多的活动 它产生的数据 非常大 但是呢 卫星和地面中间的轨道 这个 它的数据的通道 还比较窄 就会导致一个 很大的问题就是 卫星产生的数据 90%在原来传统的上面 是被丢掉的 因为它传不回来 它的那个轨道 不像互联网一样 有光纤 它怎么样去做 它传不回来 但是 现在卫星 不管是卫星产生的 还是卫星与卫星之间的 一些数据 是完全没有用得上的 它又不可能 传回来成本太高了 第三 卫星现在上去了过后 它的场景是非常多的 可能原来 是一些通信卫星 或者一些摇杆卫星 但现在有很多的卫星 是拿来做很多的 生产活动 甚至来说 有些商业价值 它有很多的场景相关 所以原来的传统的 这种传输的数据量 和它的场景 都远远不满足现在新的 低轨道这个卫星的需求 那也就是说 也就像卫星上面 要做很多的处理 相对于地面来说 卫星肯定是一个小的边缘 虽然它在高空 是吧 它是一个小的边缘 所以这个呢 它们叫一个天算计划 其实就是一个低轨道的卫星 然后呢 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用到了很多 首先用到了 Cubreage这样的 云边协同的技术 然后第二 就是在里面用到了 像Sendela这样的 AI的就是那个联合框架 它一个场景就是什么呢 在卫星可能拿到了很多数据 它会有些小模型 它可以拿来做计算 它的计算量 它用小模型 但地面因为它的运算量很大 它呢就可以做大模型的计算 就刚才呢 用到了刚才生到了 这样一个框架 它们可以做联合推理 联合运算 包括整体的 这个在AI方面的共同训练 它呢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它的效果呢 就是从卫星到地面的 整个传输的量 减少了90% 因为绝大部分的数据 在卫星上面都已经计算过了 它传回来的 可能是一些关键数据 或者计算过后的数据 然后它进一步在地面去算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就是 在大模型 就地面上的大模型 和卫星的小模型 它们这样联合的一些推理 它整个会把精度识别 会提高更高 因为提升了50% 所以其实这个 在AI方面的场景 还只是可能 空天结合的一个场景 可能接下来到整个的你的 比如说你的 除了这个模型本身的运算 它可能还有在 跟场景相关的 比如说跟地面 那个配合做一些决策 包括在里面整体 能够再做 更多的一些设备管理 就卫星与卫星之间的 很多的工作 星与星之间的 还有很多很多工作可以去做 所以这个也是被大家提及的 比较广泛的 而且是场景非常相关的 一个关于在 Cubriage云边协同的 一个技术在卫星里面 低轨道卫星的 一个应用场景 那么第二个 其实这个是跟 能源跟油气开采 比较相关的 这个也是一个 很大的企业 那么最后 它们的整个的方案 也是一样的 因为在油气开采的时候 它也是在深海 或者你要说是 有很多的 自然资源条件的限制 它的传输的 它的运算量不可能很大 然后它的数据 它要涉及到 整个跟你的设备相关的 跟你的安全相关的 然后包括 包括你的 那个开采的时候 你本身相关的一些应用 比如说你要做可视化 数据收集 这些都是在 你整个开采的现场 它可能需要能够来去做的 当地的一些应用 当时大量的数据 包括这些应用 怎么统一管理 还是需要能够在云端的 那么这块呢 就在油气 这个开采的时候 它通过云边协同的方式 它可以做到 整个你的 它的这个cost 就是整个的成本 会下降很多 然后很关键的那点就是 它的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因为这个其实是一个 带安全作业的一个场景 安全的时候 就可能会设计到很多的安全 对吧 有环境的安全 你的数据的安全 包括你的 你的人的 那个作业的安全 所以当时呢 都可以能够通过 统一的角度 在通过云边的方式 能够做到这样 统一的管理 和它后面场景的 一些统一的一些识别 和统一的一些操作 这是另外一个 在另外一个场景 比较相关的 其实这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案例了 就刚才我们讲的 可能有十几个大类 如果细分的话 可能就几百个小类 我们这只是举了 两个例子 那个 接下来呢 其实库布列吉 每年都会有 专门的这个summit 然后呢 其实当时呢 就会有很多嘉宾 然后分享 整个库布列吉 在各行各业 他们的一些实践和案例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样能够 在社区的治理和运营 这块我们的一些工作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库布列吉本身要毕业 其实真的要毕业过后的话 你怎么样能够保证 这个社区是比较平稳的 而且能够得到 众多参与的 你的治理 你的运营方式 其实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这也是 整个 库布列吉的TSC 就是技术委员会 在过去我们大概 就是大半年吧 我们花的时间 最多的一个方面 你是否能够毕业 其实一方面 看你的技术是否成熟 还有很大的方面 就是看你的治理体系 是否完整 是否稳健 所以这块呢 可能在其他的 这个技术分享会里面 不会有太多设计 但这块呢 我们想重点的提一下 大家看看怎么样一个项目 可能从一个idea 慢慢到一个孵化 慢慢到更多人来参与 这个呢就是 首先这个社区 如果要壮大 那肯定是需要大家 众多的小伙伴 一块来玩的 目前呢 因为是整个华为 是发起这个项目 目前华为呢 投入也是最多的 贡献是最大的 当然这里面贡献最大 也包含了原来 华为到初时期的时候 贡献很大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大概有 几十家 这个企业 它都在里面 做了很多的contributing 据我们统计呢 大概有 这个有6800个star 大概有1900个fox 然后参与者 贡献者 大概有1400个 然后code的那个提交者 大概有400多个 参与的各个的组织 和那个公司机构 有超过100家 这个其实整个 我们的一个治理架构 这也是我们最近 整个的TS会议 可能花了很大的时间 能够在做的 首先呢 从整个治理架构来说 我觉得啊 像CNCF 为什么能够把 云原生基金会 云原生的 做得那么好 就在于它有个 非常完善的 甚至来说 而且非常中立的 非常高效的 一个治理架构 就比如这个会 它本身就是这个 它整个的运营的架构的 一部分方面 首先呢 我们会有一个TSC TSC就是 Technical Steering Committee 这里面TSC 我们有7个member 因为他投票 肯定只能单数嘛 因为7个member 基本上能够涵盖了 那个主要的贡献者 贡献的那个公司 包括国内海外都有 所以有7个 目前呢 这里面的TSC 是整个最高的决策委员会 所有的大的一些 那个整个的技术体系 包括发布 都是TSC来做的 TSC下面呢 会有几个纸的委员会 以及呢 会有一些special的team 就比如说这边的一些 整个project的一个的治理 我们要看怎么去发布啊 他师傅那些 那个发布的时间点啊 然后呢 包括一些SEG 怎么去管理 包括人员的任命 等等等等这些呢 都是由TSC 或者TSC下面的一个 那个职务委员会 或者special的team 他们来承担的 那么中间的 具体的模块 我们呢 都是用了SEG的方式 这个和CNCF 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说现在目前 我们有整个的一些 各种SEG 包括从大的一个模块 然后或者呢 说一些大的功能 都为SEG 然后SEG呢 下面会有些小的project 或者subproject 这个呢就跟 那个 可能现在它还没有到SEG 这个阶段 它可能现在还做一个 它可能是一个 就是短期的 我们就以project 角度能够呢去做 最后呢可能是一个working group 目前呢我们有九个 已经有的是一个 目前呢包括load的 就节点的 device的 然后那个scanability的 然后networking的 那个安全 对吧 机器的AI和MEC 现在三个呢 是即将我们存立的 比如说有release的是一个 testing 和整个cluster的never cycle 有一个workgroup 就是wireless的 最后呢是 这边呢整个 所有的参与的程度 基本上 这边有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其实Coopers Edge 这个边缘就算 我们和学界 就是和那个研究界 研究机构和高校 这边有很强的一个纽带 像去年Coopers Edge 除了我们的summit之外 我们还专门办了一个 就是叫academic 然后一个meeting 就是一个学术会议 有非常多的高校 我们去年统计的下 大概有三四十所高校 而且80%以上 都是985的高校 我们发现 他们的研究 非常的活跃 因为这个 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 它有跟计算机相关的 跟语音相关的 可能通信网络相关的 可能还有跟IoT 等个相关的 所以它呢就把很多 原来的学科串起来了 所以这为什么 下面看到有很多的学校 里面有很多的厂商 有硬件的 有软件的 有系统解决方案的 还有整个做云的公司 这里面 它只是一部分了 但其实我们还没有 加太多硬件的公司 因为如果再加上一些 硬件适配的话 和AI的话 那就非常大的版图了 那么最后呢 我们提一下 后面的一个roadmap 这边大概用颜色标记了一下 然后现在 因为这个云边嘛 它涉及到面特别多 所以呢方方面面 基本上呢我们分为 大概三四层的一个架构 最上面其实跟场景 比较相关的 是吧 刚才我们讲的 能源IoT AI MEC 加上机器人 它跟场景相关的 在某些场景下面呢 可能都会有场景 对应的SDK 比如说机器人 还有机器人对应的SDK 是吧 MEC 它可能在这块里专门的 然后最下面这一层 其实我们是做所有的 我们叫 异购设备的兼容层 可能会有IoT的设备 那可能设备就有协议 那可能会有操作系统 比如说Linux Windows 安卓 对吧 鸿蒙 有不同的架构 对吧 X86的 ARM的 Risk5的 所以它都得要 完全兼容 我们把底层的 所有东西呢 都做异购的 整个资源的 能够把它给抽出来 中间这一层呢 就是我们整个 能够抽出来的整个框架 刚才可能学费 也讲了很多框架 比如说我们的云边 这块就是resource管理 然后我们这边的 所有的编排 通信 包括它的一些框架 以及呢 它跟Runtime这些工作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从三层 上面场景层 下面设备接入层 和中间的整个框架层 但右边呢 可能就所有的兼容啊 认证啊 安全啊 这些都是要整个 贯穿整个体系的 这里面有一些工作 是已经做了的 当然那个黑字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roadmap 里面要做的 所以接下来 这部分的工作 非常的多 也非常的欢迎 大家能够都来加入 我们一起能够把云边的 这个框架 或者整个这个技术 能够做得更完善 最后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口号啊 整个Cloud Native的 整个K9说的就是 make Cloud Native ubiquators 就无处不在 但其实目前 绝大部分的K8S 在中心里面 我认为它更多的 叫做ubiquators 无处不在 就把那个重任 交给边缘了 因为只有边缘 可以让它能够 带到无处不在的地方 好吗 右边呢 是整个 Kubernetes这个社区的 一些讨论啊 包括这边 信息的一些分享 也非常 那个欢迎大家 我们多来交流 包括多来能够提出一些 有意的建议 或者意见 好的 谢谢 这是我这边的部分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那个学费和我一起 可以给大家解答一下 明白 那我先回答一下 好吧 首先呢 Kubernetes 我们是希望的方式 它是解偶的 所以中间呢 有一块呢 接下来我马上 会推出一个点 就是我们会做一些 就兼容性 或者一致性的认证 首先Kubernetes 本身来说 这是一个开放的 大家框架成 我们尽量是 不仅是和设备解偶 它和本身的协议啊 本身的那个实现 都会解偶的 都是分层的体系 这样的好处就是 可以让 就是不同的设备 不同的协议 它可以能够插进来 然后同样的 我们通过兼容性的 认证过后 然后呢 很多设备 它出厂的时候 它可以能够做兼容 这样呢 我们从这个体系 能够保证 它们本身适配的 大概这样一个情况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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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场景啊 就比如说我们建了一个 这个叫云边协同的 边缘云也好 这也好 它呢首先它会 比如说从 因为一个设备接近来 假设是一个设备 好吧 假设是一个摄像头 它可能是一个 像USB的 因为这个它比较标准 那基本上可以看到 整个它就完全支持了 然后如果有些 像工业设备 因为工业设备 可能接近来过后 它还有很多 专门的接入标准 接入协议 它看一下Modbus也好 MQTT可能是标准的 它一些工业很特别的 那么好 你可以查我们 支持那些协议 对吧 刚才那个 那个学费也讲了一下 我们后面在DMI这边 有这块的框架 如果不支持 如果不支持 那么你呢 是可以能够通过自己 去在我们的 通过这个框架来扩展 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基本上简单来说 我们把标准的协议 接入通信方式 我们都可以能够 很好的支持 但不排除有些 真的是很设备厂商 个性化的 特别是在工业场景里面 好吧 生的了是吧 OK 这个 我们这个里面其实是提供了 就是有开发套件 它可以跟那个 AI框架集成 像他们现在 右边写了 跟那个Teson Flow PiTouch PetalPetal Manus Ball 这些主流AI框架 我们可以 就是我们的套件 可以跟这些集成 然后来实现 就是我们那个 云边的那个AI的协同 对 对对对对对 就是套件 就是插在它那个框架上面 对框架做那个云边AI的增强 对就比如说你是个 边缘AI的应用 可能我们 把我们的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 可能需要 在你那个Teson Flow 框架上面 把我们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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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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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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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进去做那种 对对对 就这塞在南这个项目里面 有了 对对 对 云边都有 因为它是联动的嘛 对对对对 是的 它训练一个主要还是放在云上 边缘侧主要还是做一些 推理的工作 因为边上的话 可能率力经常还是比较有限的 对对 好 可以看大家还有别的问题讨论吗 好 嗯 嗯 对对 往前 往前翻 对 对 是指这个HCode的这个 这个的数量 对 因为我们其实在这个 CodeCode这边这个连接 做了一层缓存 缓冲嘛 相当于是 在这边 对 你像K8S原生 比如这是个CoopLite 它这个连接 就会直接打到那个 APS Server上面去嘛 所以说 嗯 对对对对 对 对 就是我们这边 就直接缓冲了一下 就是我们测了十万节点的时候 就是 每一个这个CodeCode上面 然后打了大概两万个边缘节点的连接到这上面来 然后它呢 到APS Server呢只需要一条连接就行了 所以那个十万节点的模型的时候就是 我们五个CodeCode 有五条长连接到APS Server上面去 然后每个上面又连了两万个边缘节点 对 这个大规模呢也是因为我们 针对那个边缘场景去测试的 因为边缘场景的话 它比较简单 就是一些 可能应用管理啊这种 对 在Code上面就存一些 就是一些Node呀Pod呀这些基本的信息 它不会太复杂 你像我们 比如说你把KPAS用 对 对对对 是的 就是据我们测试的话 就是还好 就是那个量挤上去的话 还是可以撑得住的 就是我们当然用一些高性能的一些 那个存储磁盘这些 对对 就是我们主要是这个测试的 主要针对边缘场景 其实它数据量啊就是 没那么多的那个 比较数据中心 你如果是要 在数据中心用KPAS的话 你可能要结合网络呀 存储呀那些 它会对那个性能 本来带来一些限制 对 我们这边缘的话 主要还是针对 比较简单的那种 就做一些应用管理啊这种 然后大规模的边缘之类 就边缘的话 像比如到了那种10万的场景的话 一般都是一些 散开的小盒子 那种盒子设备 对 你不可能有10万个服务器 要连上来 都是一些小的设备 就是它的管理是比较 比较简单的 对 数据量也没那么大了 原数据也没那么多 好 没事 好 可以 好 感谢大家留在最后一天 最后一场 还到在我们的那个现场 好 好 好 比较简单的 好